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啥关系呢 嗯 答案是 没啥直接关系 想想 咱们的老祖先还真是粗之大业 两位同为创世大神 居然都没给他俩理出个辈分关系来 对比一下普希腊奥林波斯山上的十二主神 看看 神家的普希清晰着呢 所有的神都团结在诸神之王宙斯的周围 与他有着沾亲埋骨的关系 要不就是宙斯的哥哥 要不是妻子 要不是儿子女儿 说起来呀 全得利于河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常诗 神谷的清晰记载 只请你们出于对宙斯的远舍的儿子阿波罗的敬畏 接受鼠礼 示范爱妙 克兰克勒斯是宙斯之子 根据带来战利品的雅典娜的意志 用无形的青龙剑将其杀死 有诸如指类用心良苦的表述 备分关系还能理不清 好端端的神灵 找出这么强大的亲戚关系 这还像神话吗 其实古希腊神话的精髓就在这里了 他们的神就是人一样的形貌 性情 最明显的就是诸神之王宙斯了 瞧瞧这卷曲的头发 还胡子拉叉的 左手握拳杖 右手持雷锤 这形貌跟普通人没啥区别嘛 顶多比一般人再帅那么一丢丢 而宙斯的性格就更有意思了 谁能料到诸神之王的最大特点 居然是贪恋美色 加上她的妻子赫拉 就是爱吃醋的人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神剧情 一鹅是人间的美少女 宙斯已经寄予多时 终于有一天斗胆逼神凡人 贤虚表白 却才遭拒绝 而宙斯并不气馁 居然使诈让天地瞬间 笼罩在一片黑雾之中 一鹅在失火落魄间 误上了宙斯的怀中 宙斯正沾沾自喜闹 赫拉从天而降 驱散了阴霾 宙斯在慌乱中 将少女变成了小母牛 而赫拉不动声色地 拍了拍母牛的脑袋 将她牵走 还命令白眼妖怪 前去看守 宙斯颇费心气的 让儿子赫尔莫斯 用转石刀割掉白眼怪的屠龙 解救了小母牛 可赫拉不死心呀 又怕一只牛蒙前去追赶 母牛愤怒得一路狂奔 最后竟越过一片海洋 跨身成了一道海峡 多么无辜的美少女呀 瞧瞧宙斯赫拉 都干的什么好事 对比一下 咱们每日盲鱼开天蔽地 验尸补天的神灵 这古希腊的神 也太人味十足了吧 所以你已经看出来了 其实每个民族的神话是 就是他们的人类神 这种神话 都是人类面对凶险的 大自然力出手的测试 再通过对神灵的想象 来征服自然 那些人味十足的神话 其实都是在记录着 人类的发展历史 譬如普罗米歇斯造火的故事 讲述普罗米歇斯 灰了造火人类 古希腊生命危险 从太阳上阿波罗面 也通通天火 被宙斯发现后 受到披加带火 风吹绿晒 甚至嗜血之鹰 模式肝脏的残酷惩罚 这一件不正式在反映 我们人类的先祖 经历了多少先星 才第一次得到火指吗 有如诸神之王宙斯 他的动魂武器是雷电 所以你知道 下雨天时 咱们的先祖 也和咱们一样 被雷电 好可怕呀 总之 古希腊神话 是世界神话中 保存最完整 反映主在生活 最丰富的神话之一 海神光在东 太阳是阿波罗 智慧与战神神雅典娜 以大力神话 等着你去读书 其中的人性 强烈推荐名作家 苏树阳先生 主编的介绑 无期待